见到总统府有什么感觉?有感吗? 报告委员,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完全新的领域,所以成榜成孔,前委员多多指教。 那个颜民事长 我刚刚已经报告了,我来了二十天,那么二十天,我以前在总统服务过,所以我个人倒不是感到那么新奇,因为我1972年在总统服务两年。 已经习惯了。 这个领域长,这个请教一下,可能跟过去的你任的职务没有关系,2008年,这个马英九总统选总统,竞选总统的时候,曾经提出所谓的原住民族的十二项主张,其中第一项就是示范原住民族这个自治区的可行性,过了四年,现在又进行人认。 第二年,我看不到原住民族这些自治区的那样的可行性,出现在我们台湾原住民族身上。 我不晓得总统在五年以前讲这些话,到现在隔了五年,你有什么看法? 这个部分我不是很清楚,我必须坦白跟委员报告,但是我相信行政体系,行政部门一定会就这一部分做一些研究,做一些思考。 我们希望这个部分要积极的脚步了,因为这是我们这个原住民族的一个梦想,希望能够在马英九阵内能够兑现。 这个是我们积极所盼望的。 那么,总统府设置了一个人权咨询委员会,您知道这个委员会吗? 是,我了解。 那么,也的确做了一些事情,比如说,这个提出了有史以来,第一个有关于两道公约执行的行政报告。 是,这当然是好的开始嘛,那么,除了这两道公约的事情报告之外呢,我要请教门秘书长哈,就是人权保障的下一个公众项目,有没有,你们有没有定? 下一个目标要做什么?这个人权保障的部分。 那么人权基本法,你要不要做严理或者制定?国家人权的组织要不要设置?你说说看。 我想,委员刚刚提的这些部分,我会回去,这个,交给我们这个同仁来研究,同时向那个咨询委员会做一些这个回应,做一些这个反应。 好,非常谢谢。这个我们要加油了哈。 那接下来,这个我要问民主长,两位民主长哈,那就是,这个中华民国总统府组织法第十七条,这个的规定,我们这个发掘啊, 国安会,国安局,以及台湾,这个文献馆,国司馆,都不是这个总统府组织法的法定组织,是不是? 总统府的组织里面,组织法里面,第十七条,第十七条。 呀,我现在不是很清楚,那一条是实际上的规定情形怎么样子,但是就这个总统府的预算编列的情形,这些都编列在总统府的预算里面, 包括中央研究院,包括这个国司馆,包括这个台湾文献馆,包括国安会在里面。 那个,原秘书长,你说说看,就是包括国安会,国安局,都不是总统府组织法第十七条的文字的规定。 我不清楚,不清楚,不清楚,这个组织法就觉得很奇怪啊。 回去了解吧。 去了解啊,因为我觉得说,国安会,国安局,以及国司馆,台湾文献馆,都不是中华民国,中统府组织法的法定的组织,所以,这应该提出一个修正。 那我要请教我们,那个是啊,那个是啊,对,那是,那是。 中央研究院,国司馆,国副这个林医院管理委员会,隶属于总统府,其组织均以这个令以法律来定制嘛。 那当中,我就觉得说,国副林医院管理委员会,这个在哪里啊? 这是管,这个北京那边的,还是哪里的? 这个是历史上面,历史上面成立的一个机构,但是从1949年,民国38年,政府拨迁来台以后,这个组织的实际上的运作跟预算都停止,但是在目前的情形之下,这个组织的这个条例,还是继续存在,有存在的必要。 但是,有没有办法执行啊? 事实上,是停止运作的情形。 对嘛。 但是它存在有它重要的这个政治意义,所以还不能完全给它汇除掉。 有这样的考量。 因为,因为国父是我们中华民国造建的这个前辈,所以我们真称他国父,孙中三千,国父。 但是国父的林医院在大陆。 对,但是事实上,在没有办法这个运作的情况之下,我们暂时给他割置, 但是不是给他汇除掉。 就是他的原额,他的金会是没有的,是不是? 是。 好,非常谢谢。 那我要请教我们这个原秘书长,就是说,国安会议跟国安局有什么关系? 国安会议主要是一个总统的咨询的单位。